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感到 谁奔向谁就还陪 大你热分 二你热分 二你热分 想你热分 想你热分 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张快乐的Family Family 你热分 龟山马瑞奶粉 它就是好啊 那容水快 而且不挂杯 你看看 这孩子喝了 他肯定壮实 长大哥啊 这 阿姨啊 说不说你干啥 我孩子充奶粉呢 大姐 你看见我手机没有啊 没有啊 我的手机 丢了等于丢了我半条命啊 什么样子 行 我就你一条命 他打个电话 看你手机在哪儿不就完了吗 好主意 好主意 快快快快快 喂 喂 是个女的 女的交给我 哎 哎 美女你好 是不是你捡着我手机了 哦 是你丢的手机呀 对对对 美女 我的手机 你在哪儿呢 我去找你呗 我就在你后面呐 哎呀 行了 阿尔玛烈 闹什么闹啊 吓死我了 我以为手机丢了呢 哎 阿尔玛 别逗顺风了啊 我给孩子喂 灰山马瑞奶粉去了啊 好干 随便给人家吧 哎呀 迟到了 你放心吧 给我给我 给我给我 你什么给你啊 这边有秘密啊 来 过来我问问你 哎 又来了 跟我说说吧 为啥手机要换密码啊 你嘚瑟傻呀 好好说话 为什么换密码 哎呀 媳妇 你这手机嘛 就应该经常换换密码 这样安全 哦 说的有道理 那你可否把你这个手机密码 告诉你的夫人呢 当然可以了 你就说 说吧 书那个书那个 哎 蒙住了 哎呀 想不起来了 就讲了 哎呀 你自己密码你能忘了吧 是这么回事 媳妇 昨天晚上啊 跟朋友们一块喝酒 这喝酒的时候 这手机乱放 我怕别人看 所以说 我就是设了个新密码 想不起来了 哈哈 那你今儿一天 都没有手机呗 我没用啊 哎 你这样 你把手机给我 今天晚上 我再跟朋友一块喝酒去 喝多了 可能就想起来了 你啥点都扯用不着的 你偏大傻子呢你啊 哎呀 你俩 自己手机密码能忘了 行了 你俩干啥呢 孩子一凭奶工 你俩又抄着啥呢 自己找事 大姐 前春芬把手机密码改了 我问他他还不告诉我 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事 顺芬啊 没事你改啥密码啊 你看你大姐夫 那手机密码永远是我生日 一辈子不会变 听听 大姐夫是大姐夫 我是我 怎么就不一样了 大饼啊 我出去一趟啊 大姐夫等会 干啥啊 你你手机呢 啊 手机 啊 在这呢 我用一下 哎 不是 我手机有密码啊 我知道你密码是多少 不就大姐的生日吗 走 密码错误 大姐的生日 走 密码错误 大姐 你阴历生日 你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 我可全输上了 全不对 你有可能还是哪天生的呀 哎呀就这两天还哪天 那我再输一个啊 我猜一个 你可别给我这下输 你再给我输死鸡 钢子 哎 哎 你是不是改密码了 啊 我今天刚把密码改了 你没事改密码干啥呀 啊 钱的也是钱的 我把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日 改成我的密码 哎呀大姐 仿佛我的耳边 响起了 琵琶之声啊 哎呀 这琵琶之声 打脸呢 哎 哎 这又是什么新梗啊 我刚才姓氏旦旦的 还跟他们说呢 你大姐夫手机密码 就是我生日 一辈子不会变 你看你 你还该给他改了 那啥玩意 咋还起眼了呢 那我把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日 当我的密码 你有意见的啊 当然了 这女的谁呀 妞妞 咋的 媳妇 我用妞妞的生日 当我的密码 你有意见的啊 哎呀 年纪以后家庭妇女 哪管得了你 户主的事呢 你真是高看人家 怒 哎呀 贤士芬啊 哎 塞刀子不疼啊 让人怕发达的 你要去哪啊 这是啊 媳妇 我这个电脑啊 一年多没用的 这密码咋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去一趟散好机 哎 你站住 干啥呀 哎呀 赵刚子 高啊 哎 一般男人的秘密 都是设在自己的手机里 你居然把秘密 设在你的电脑里 哈哈 不是一般人 你看 你看你那换样 你咯瑟什么 紧张了吧 啊 我紧张傻啊 我啥秘密也没有 是 泰米啊 我这里边有个数据 物业着急要呢 啊 我去三好街 这密码找不着了吗 我找技师给我打开一下 哎 我就是技师 哎 你会 你 你再给我 你会吗你啊 我当然会了 我问你大姐夫啊 你设这个电脑密码的时候 是不是有几个问题 对对对 你把这几个问题回答对了 密码就找回来了 哎呀 钱是分 你是不是缺德小宇正 你又要爆发了你 这里边万一有啥事 你拿拿拿拿 我拿你 阿明 阿明 你什么意思 什么有事 有什么事啊 啥事也没有 你让他看 你要能给我打开 我还省钱了呢 可把你能的还 真自信啊 大姐 我跟你说 里边肯定有秘密 来 我帮你解 你 我的天哪 三个问题 一共三个问题 哎呀 哦呦 劲爆的第一题来喽 你心爱的女人是谁 嗨 那肯定是我大姐呀 那还用问呢 必须的 赶紧输 赶紧输 范大米 走 答案错误 哦 哦 居然不是大姐 你听见了吧 心爱的女人不是你 陈水峰 你是不是有毛病 咋的 你咋不输犯地瓜呢 啊 拿啥啊呀 哪有输小女的 你得输大名 对 对 真是的 你们大名叫什么 哎呀 你长好心呗呀 啊 我叫啥你都不知道 咱们姐 她叫啥你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爸不是按花的名 给我们起的吗 我大姐长得比较宽 所以叫范牡丹 小米那儿长得比较细 所以叫范杜军 我长得笋嘛 所以叫范月季嘛 不是 后来好像觉得这名嘛 就好像我爸闹着玩起的似的 我后来就不叫了 范月季 哎呀 哈哈哈哈 对 叔叔大姐的名 对对 多说什么来着 范牡丹 范牡丹 对对对 范牡丹 走 答案错误 呦 有人不信 你看 刚子 你看 你是不是问题输错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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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这个问题 是 好像当时还真不是输的你的名字 你看嘞 是谁的名字 我输的啥来 这 别吵着那 我想想想想 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仙呢 有仙 哎呦 仙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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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海鲜 不是海鲜 鲜 鲜鲜鲜 鲜鲜 鲜 百花 百花丛中最鲜艳 你说一下 我说一下 是啥呀 百花丛中最鲜艳 哎呀 你看 你看 你看你看 我说吧 百花丛中最鲜艳 你想看你 你还乐啥呀 乐啥呀 我大姐夫跟谁俩鲜艳去了 就是啊 甘月鲜艳解释 你大姐叫什么名字 范鲜丹 阿 木丹 百花丛中最鲜艳 你呐 好 好 漂亮 哎呦 还真是当年业的副经理呀 全小区谁不知道 你最烦的 一个是黄小黄 一个是金大哥 但人家毕竟是你的业主啊 你烦人家 你也不能设在这个密码里呀 对不对 你不像话 黄小黄 走 答案错误 不是 金大梅 走 答案错误 也不是 你最烦的人是谁呀 不会吧 钱顺踪 好 第三个问题 哎哎哎哎 第二个问题还没还没答呢 答对了 答对了 他最烦的人就是我 赵刚子你咋样 我早晚有一天我挖个大坑 我把你埋了我 是不是 不不不 我夏天不这么说了 行 你可真省你 别生气别生气 别生气 怎么这么烦我呢 详细 来来来 来 第三个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啊 你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这你记着吧 这我记着 这真不能忘 那赶紧说 呀别说了吧 这咋 你咋还不能说呢 一共三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答对了 这密码就出来了 呀你这别说了 给我的天 这咋的有事啊 赶紧说 私房前早日突破100 哎呦 你这真行啊你 哎呦你这个目标正的可太高了 你是 你快赎吧 你私房前早日突破100 走 哎呀 谁还真是 哎呀我采访一下 你这个人生终极目标实现了没有 现在已经突破80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别打别打别打了 别打出来出来 哎出出出出出出来了 一三一四 一三一四 KDX 哎呀 就是他 啊 哎呀 你是我的 我得把这 对一三一四 KDX 哎呀 刚子啊 啊 那个数字是啥意思啊 意思 你看你看你 他是不是给我装的 哈哈哈哈 一三一四 那不代表我大姐夫爱你一生一世吗 啊 怎么回事啊 哎 那那个字母KDX 是啥意思 那我不知道 这太简单了 嗯 大姐夫爱你一生一世 对 KDX 是你名字 哎不对 哈哈哈哈 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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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父母是K啊 嗯 那应该姓柯 要么姓坎 你看坎勒勒 要么姓坑 去别去 你看 这个姓坑的女的是谁 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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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一世你还 顺风 你有没有完 咋的 别瞎猜 你们都没猜对 哎呀 前任务你还记得吗 啊 就当年你跟二米热 着急要小孩 暂时没有药上啊 二米当时特别着急 你也很苦恼 完了 我后来带你到医院去 人家医生给你开的药 说一天吃三次 一次吃四片 就当时你 对呀 因为当时你买卖忙啊 你老想不起来 对对对 我就老提醒你 我说一天三次一次四片 我正好设这个密码的时候 我就把这一三一四 设到里边了 哇 大姐夫你还是为了我呀 那可不 感动感动 那KDX是啥意思啊 你后边不得有个祝福语吗 啥祝福语啊 肯定行啊 一天三次一次四片 才能定行 哎呀 顺风 顺风 你行不行 你行不行 你后边一行你省俩 你省俩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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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行了 电脑也打开了 哎哎哎哎 那咱就赶紧吃饭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 哎 炒什么鸡蛋炒什么鸡蛋呢 咋的 大姐夫的密码解开了 你手机的密码呢 我手机密码忘了吗不是 哎 不是 哎呀 等会儿二明 什么他手机密码怎么回事 手机密码忘了不告诉我 哎呀 我这全身份啊 不开了 我明白了啊 我明白了 你明白啥了 你是为了转移视线 所以你查我的密码对不对 什么呀 我和你讲二明 他手机里边肯定有那个 他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 就把密码忘了 你别听他瞎呗 昨晚上一两点 我去西红柿的时候 他还蹲着斗地主 你看吗 你没有密码 你怎么斗地主 我我 二明 查他 查他手机 肯定有内容 哎呀 你那个密码 你就输你的生日 你说吧 我输了不是 你你你 你输你大儿子生日 也不是 那是输你小儿子生日 我在后边鼓就半天了 都不是 哎呀 我前面不是换招了呀 那能输谁的生日呢 还能输我的生日 大米亮控制住 二明拿手机 别别别别别 马上输我的生日 不是啊 结束了 哎呀 你起来送生日 你厉害呀 他输我们钢子生日 没想到啊 行 手机也打开了 哎看看吧 你怎么这么多事呢 谁让你这么多心啊 半天 嗯 你说这手机我看不看 哎呀 二明啊 你看我从来不看你大姐夫手机 这夫妻之间 最起码的要有信任 大姐夫 哎 那你觉得呢 哎呀 你要我说啊 嗯 你大姐说的还真挺有道理的 其实夫妻之间互相看看手机 也没啥事 但是我跟你说心里话 就我的手机 你大姐要是没事拿出来 老那么检查 我这个心里边吧 就是 就就薛薇的那种 薇薇的也有那么一点痛感 痛感 痛感 哎呦我的妈呀 看这死神 你干什么啊 干你 阿姨 行了啊 顺芳 我不看了 我也相信你 在这个家里 你也就骗骗我大姐夫 你也不敢骗我 看我心 深明大意 哎呀 行了媳妇 竟然话说到这了 你这手机 你回头你随时看 啊 那你要这么强烈要求的话 我就看看 哎呀 我说这个干什么 你说 是不是我跟你说 有什么打算是 你要让人家二米查出来了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 对对对 那个媳妇 我坦白 嗯 是这么回事 我爸这里边有一笔转账 我实在想不起来转给谁了 所以说我就怕你问我 我昨天晚上 我就设了个新密码 你就告诉我 哪笔转账不就完了吗 废着试 哎呀 我就怕你问我 我解释不清楚 就这笔 两块这个 什么两 这两块这个是 昨天斗笔鼓都输了 买的豆 哪个你就说 这个吗 这个吗 四万零九百这个 啊 钱师傅 你两块钱豆你都记着 四万零九百 你给我忘了 你看看我解释不清楚吧 你糊弄谁呢 哎呀 你骗大傻子呢你呀 媳妇 我跟你说钱师傅 我今天要不一大嘴巴子 我打你那爸 把你神经都摆了我 我欠你你假装 谁也长得天啊 媳妇 这什么玩意 你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师傅你过来 哎 我我怎么听着这个数字就这么耳熟呢 多少钱呢 四万零九百 你这你查一下 你查一下 这个这笔钱是不是在十分钟之内转出去的 嗯 是啊 总共转了四次吗 对呀转了四次 一次是两万 对第一次两万 第二次是一万 对 第三次是一万 对 最后一次是九百 九百 不是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呢 这干啥呢 对面的男孩看过来 这个二维码你是不是很眼熟 哎呀 想起来了 媳妇啊 这四万零九百 是我跟大姐夫一块去做公益了 对 辽宁卫视还播出过了呢 采访我了呢 大家都为我作证 我钱人门我很正啊 我 他们说我给他作证 是这样的 就前一段时间咱小区不搞了一个社区好邻居的评选活动吧 然后咱们不是拍了一个片子吗 嗯 当时那个片子的赞助 就是顺分赞助的 哎呀 啊 媳妇啊 信任哪 信任很重要啊 随便查 哎呦马顺分这么多年了 终于这气质起来了 不很正吗 今天立住了今天 哎呀 这扯不扯大姐夫 是我误会的了 是是是 那做公益我肯定支持没问题啊 对对对 但是他这四万零九百那来的呢 四方天 但是你放心啊 二米别生气啊 他那钱都已经扫到我马里了 他现在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了 哼哼 大姐夫 啊 说到这儿就略显你稍微稚嫩的些 啊 前十分要能给你扫过去四万零九百 他这里边肯定还有钱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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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是吗 还咋 还是吗 二米啊 你咋的了 这么一会儿钩 前十分把密码又给我盖了 啊 前十分我今儿我要不择你神经 我就不叫二驴子 四方啊 你既然二米把钱收走 干脆给我做公益吧 哎呀二米啊 四方我们有二维码呀 四方 四方 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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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肯定是走了 这一年你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俗话说得好 男追女格坐山 女追男格从山 杀他追我呀 像追命似的呀 哎呀 谢谢你啊 得会你在这帮我掩护着 要不然他不得缠死我呀 是 我跟着你回去吧 我自己没问题啊 笑脸 我怎么是再扔你了 你是套不去我的手上瓶的 你就答应了我吧 哦 好的 我答应你 哈哈 吓人不 吓人不 自己演的吧 自己在那里演的啊 还有第一 关了 你停 关了 不好意思 我放的 你这装备挺齐全的 你再过个人都能给你撒花 那就更完美了 好 厉害不 一个人干了一个婚姓 这位厉害就大姐 是这样啊 你可能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要找那个余小脸 那就是手撑了回 我都认得难 你是考古的呀 上学的时候啊 我连过他的脸 超过四十五麻半的 劝过也没及格呀 你连你不是脸是鞋垫吧 这样啊 庄元啊 你放过我这个鞋垫 不是啊 哎呀 你放过我这个人好不好 我也想放过你呀 但你值不到啊 你等会儿 这是你赏学的时候 弹给我的纸秋啊 咱俩是不是命中注定啊 小脸 你都抛过绣球了 你不知道小气啊 那个纸条啊 我是想给我伴娜娜写的 我写着想约她吃饭 出去看电影 我就搓成了个球 我想弹给娜娜 没想到 没弹娜娜去 弹娜去了 你那吃香蕉球呗 什么香蕉球 纯属乌龙球啊 技术太差了 多吃点海参就好了 但是我回头一口 小脸正跟我比划呢 根据她的口信熟视一句瘟子 我判断出她的意思了 啥意思啊 你 我 一起出去啊 哈哈 你现在这办一啥呀 我的意思是 你手里的纸条是我的 还给她呀 第二天 她要跟我吃饭看电影的小戏 劝笑都知道了 你说 这是不是命中注定 我当时我就纳闷的 谁嘴这么欠传出去的 谁呀 我 我 我拉个字 我 我 你传的那叫命中注定吗 那说明是你定的 你咋想的 咋想的 这就是缘分哪 你甭管这个纸条 咚咚咚的探给谁 最后还是探到了窝这儿 从多历代的爱情故事当中 有多少都是巧合促成的 一开始浅不情愿 晚不情愿 倒好赖呀 不卖在一块都不肿啦 缘分来的 我就得抓住 你抓你 你就过去 你换个人去 我换谁呀 哪还有人呢 按说 像我这种人 长得漂亮 漂亮的也不太命先 我必须让人知道 我也是诱人嘴秋的呀 人家一看 呀 庄院还有人嘴秋 这个贵女肯定有有点呢 要不 咱也嘴秋试试 冤粉不就累了吗 我懂了 你这是拿小脸开张呢 不关心事吧 我的心愿得怨了 小脸啊 那要是心腾千 我请客 咱们俩赖一顿中荒万残 哎呀好 咱要是吃累了呢 我请你看爱情电影 混断懒敲混 咱饿了呢 咱把蜡烛再点上 继续安残 直到咱吃困了未知 我 把你送回去了 整个的事啊 那你就不用关了 第二天我就把跟他约会的消息 划散出去 你怎么去 你上我后面去了 他老拔了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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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个庄然 你刚刚 就给咱俩安分那些项目啊 比较多 我还 我们一时半会儿 我我我吸收不了 你这样 那个我把人听里面有 仙博士啊 赶紧 卧槽 仙博士老好 留在身边 买更新鲜 卧在身边 爱比蜜天 哼 哪边 这没糖呢 小蜡 啊 这种情况你看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安排的很合理 我给你这么合理些 我说 他刚才说那些话 他要请我吃猪光晚餐 那你就找个没蜡烛的地方不就完了吗 哪热都去哪去找事吃早餐 他关键 他要请我看电影 看爱情片 别看爱情片 看抢战片 抢战片不行 抢战片他以为我是哪个高地 在给我占领了 高高地 那高地不能去 哎呀 最后来更可怕 还有 送我回家 不能回家了 晚上 送你回港町 啥意思 为了配合他我还得加个夜班呗 是 来 侮辱我 买点我 造型我 作戒我 乖来来和我 来来 你说我 你说我 你说我啥也不是 你说我一个男人 我见一个爱一个 你就说我玩犊子 不玩犊子 比你玩犊子 好 余小脸 你比我还玩犊子 我 臭 说啥 说那边 说啥说 那个 对对对 这位女士 咱俩落会儿 问说 那个 我劝你两句啊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余小脸 他跟我比啊 不是个东西 那你说说 他咋不是东西来 这么跟你说吧啊 我呢 对感情特别专一 他比我还专一 多少女孩追的 他都不同意啊 你觉得是人吗 你要这么说 按比他还不是人 此话怎讲啊 我这个人哪 是一般人爱不上 一旦爱上了 我就爱死他 完奴子了 你得失败了 你是去诋毁我了吗 你好像跑到我离人设计了 等完了 重回你了 对啊 他得重落 这位女士 怎么回事呢 刚才你是不是没听懂了 就这小子啊 这么跟你说吧 老损了 损到什么程度 他就是托塔李天王李静的第四个儿子 李静就散个儿子 老打紧扎 老二木扎 老三乐扎 他是老四人扎 漂亮 我跟你说 他就是轮回扎子 我懂喜欢 漂亮 白石窝囊 小千你怎么 你这么疯呢 你得跟他说不出来了 我是 大家看看 你这说啥呢 你都差会了 小李 小千 对不起了 你先回避一下 向后 这儿 哥现在遇着个坎 帮哥一下 好不好 是这样啊 你愿意做余小脸的女朋友吗 你愿意 好 谢谢 来 高原 给你介绍一下 她是我女朋友 啊 啥啊 你去帮我弹过去 一会儿再给你解释吧 这 是你的女朋友 是你的女朋友 她的眼睛是怎么没有一样 早得这么准呢 女人的拒绝 一打烟 我就知道赖折任 庄元你真厉害 我不是她女朋友 不是 你叫她啥 庄元啊 你俩认识啊 大人认识了 我们工作室最近不是在跟社区搞一个敬老爱老的爱心陪伴活动吗 而且我们每周都去养老院一演 这方面业务都是庄元跟我对接的呀 对了 庄元你来干嘛来了 我在追求她 哎呀 追求她 哎 小米丽 不是 你咋能这么说 我给你告诉你 你不能瞎说主业 什么呀 你真是啥呀 我告诉你 小脸 听你听她说 我告诉你 爹 好 谁也不用了 来的太好了 宝洁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庄元来 用你那个扫描椅子眼睛你再扫 你看她是什么情况 这个还真是 呀 哎我就说 哎 但是 这个不能算 啊 这怎么不算呢 你管 他对你一想情愿 你还没有动心 对不对 我现在就动 马上就动 你这个眼睛啊 说你是怎么样也都吃亏了 我跟你说 你是CT啊 来来来 不这样 啊 我遇小脸以前呢 知道你什么意思 然后呢 你跟我说那些呢 我都明白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 现在的小脸遇到个坎 希望你能不能推我一把 然后我就能翻过去 试成以后你看我怎么感谢你就完了 你说你怎么感谢我吧 咱 我跟你说 五黄晚餐 然后请你看爱情电影 看完以后咱们把蜡烛点上咱们继续吃 一直到你吃累了为止 然后晚上了我嘎嘎给你安全送回家 怎么样 行 那咱俩就明天去吧 明天 今天干啥呀 今天 看这个意思 约姐你约了吧 耶 明天 明天天 就得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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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是明天 明天咱五个咱就一样了 成下是开心 郑主驾到 宿将毁毕 好 好 好 这是成难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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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那个CET的眼睛你随便扫 这个你枉死扫 你咋扫都没事 看看 什么情况 这个 他动性了 呀 用你CET都不对 应该是慈牧镇的女士啊 介绍一下 我的女朋友 秘密 秘密 你 你 干啥呀 你也认识啊 我认识啊 袁姐你在这干啥呢 他在追求他 对 别 别别别别说 别别说 秘密啊 这怎么回事 现在小脸遇到个坎啊 就希望你能推我一把 你能不能 能 哎呦 我 哎呀 你咋的 你用啊 我可以推呢 余小脸我跟你说 袁姐这个人可好了 他是咱们社区敬老爱老的骨干 人又好又善良 值得你去爱 啊 另外余小脸 我会一直抱给你去 啥呀 希望呢 你能在他追求你的道路上 在前面撩的慢一点 这样呢 我在你前面也能稍微缓一缓 毕竟作为你爱情的领跑者 我有点泪听 你不热听吗 哎呦我天呐 但明明你要知道我 我心里我 你推归推 我心里装不下别人 我只能装下你 你能理解我 小脸 你推归你推 但我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你们能理解吗 小脸 你推归你推 我心里只有你装不下别人了 你能理解过 小脸啊 你装归你装 但我肯定往外推 你能理解不 小脸啊 你装归你装 我也肯定往外推 你能理解不 是啊 你装归你装 那我得肯定往外推 谁能理解啊 我不理解啊 哦 我理解 其实 我根本就不是那叫情的人 我就看一看今天这个事 能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小脸 你指不到 你当初 探错了一个植丘 但却映向了我的千半声 上高种的时候 我张得又黑又瘦 模样也不俊 没人喜欢我 可有一天 我突然 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植丘 我发现 我又惦记得认了 我总在耳露 头看你们打烂丘 老师问你问题 你打不上来 我就跟着找记 在走廊里撞上你啊 我转头就抛 好 那个时候 赞板有一绑仪 一对哄 你是倒数第一 我就弯了命的血系啊 因为老师说 正数第一 可以帮助倒数第一的同学 终于 我靠上了劝板第一 你却变成了倒数第二 我们就在这欠散命 后散命的错过中 赖会儿交错着 一转眼 三年就过去了 我也跟着爸妈 扳回了老家 现在 咱们都有了 数一个字的省货了 既然 六岁又庆 落华无翼 今天 我就把这个植团 正宗的 换给你 咱们的事 就算了结了吧 哎 哎呀 说员你你说 你早把这个心思说出来 你说明白了 我不就理解了吗 是不是 你这是整的 你看整的我还挺尴尬 哎呀笑脸 你不用尴尬 你也不用闹心 别有负担 咱们都快三十岁的认了 都过去了 该成熟一点 嗯 这不严下吗 我调到咱们社区工作了 以后咱们来见到这几位 还躲着呢 至于能不能撑 那就叫给尸检吧 要说爱情这个东西 看起来简单 其实很难的 一个人就算再优秀 但他不愿意陪你走下去 他终究是个过客 一个人就算再多的缺点 但他能处处包容你 陪伴你到最后 那才是终点 因为懂得和陪伴 比爱情更重要 亲爱的 快打手吧 吃饭 哎呀真是详情不如欧语啊 咱们四个姊妹凑在一起 可不容易 今天我请客 走咱们吃饭去 好呀 走 走 走 你 他字幕太好了 指定是提前建群了 你都说你张嘴你压咋了 你不是这样我告诉你 他们说啥 我亲自去我跟他们一块吃 等等我 我啥没说 他去顶茶去了 来 哎 怎么了 啊 你心脏不舒服啊 你别紧张啊 这样 您去京东大药房买点药 那儿的药啊 什么都有 品种特别多 而且呢 都是正品好药 啊您不用出门 您就用手机下单 然后呢 您在家等着接收就行了 他们送货特别的快 哎 还可以向专业的药师啊 免费咨询怎么用药 服务特别周到 啊 行 您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您就给我打电话 好吗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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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刘奶奶 哥哥 哎 赶紧赶紧赶紧 哎呀别忙了 你快点快点的 干嘛我这忙的 停车场停车场 你看看顺风 你又在这乱停车 你赶紧把你那车挪开 怎么就是我乱停车呢 你等我说完了吗你 不是我乱停车 啊 我的车在我的车位上 停得好好的 是有一个车 停在我的车旁边了 我现在是前面一个车 后边一个车 那边是墙 这个是这个车 我我有急事 我出不去啊 啊 还有人敢堵你的车 是呢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咱们小区谁敢堵你的车呀 只有你堵别人的车 你赶紧擦一擦 你让他走 走走走我过去看看去 哎等一会儿说法 啊 堵你那个车是不是一个黑色的卧车 对啊黑色的轿车啊 啊那我知道了 那没事那没事 我跟你讲 你现在回去啊 那个车已经开走了 是吗 你听我的你回去 别着急了啊 那是我让他停那儿的 你说一声啊 哎 下车 你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说 我说你别着急 不是这句 下一句 下一句 我说的是啊 那是我让他停这儿的 你怎么找到了 怎么了 你凭什么让他停在我的车旁边呢 哎呀 说法 你听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咱们小区啊 新来了一个业主啊 这不新来吗 新来的 咱们物业还没有把那个停车费给人家安排好 今天呢他就临时来一趟取一个东西 就五分钟 我说这样的 你就停在这儿吧 这儿没事 凭什么凭什么 你看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问你 我说你今天还出去吗 你说你今天不出门 我就让他停这儿了嘛 哎呀咋的 我现在出门都得向你汇报啊 别忘了赵刚子 你是我姐夫 不是我岳父 你凭什么让他停在我的旁边啊 你停别人的旁边不完了吗 你停别人旁边不行 别人万一走呢 对吧 停你这儿没事 咱俩不是亲戚 你不是我妹夫 你打住 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 啊这个赵刚子正能量的代表啊 我就是他的衬托呀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在物业你能当上这个副经理啊 你就是踩着我的影子 抓着我的脖领子 踩着我的肩膀 抛着我的头发 穿上去的你 你什么气死我了 你气死我了你 你你直言这么生气吗 哎呦 气得我心脏都不舒服了 啊真不舒服啊 不舒服 你要不舒服 我去京东大药房给你订点药啊 再说了 他那车没地方停 就完全可以停在外面嘛 这少去外面 那不远的地方就有个停车场嘛 顺芬你这就这样不尽人情了 人家就停五分钟 停在外边那停车场 他不得花钱嘛 怕花钱别买汽车呀 买个自行车等着来不就不花钱了吗 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对吧 你这来回一走就得四十分钟 你不值当的 走走路怎么了 啊 人长的腿不就是走路的吗 顺芬我发现你是有毛病 行了 啥也别说了 这个事必须给我道歉 道歉 哎呦 我发现你真是有毛病 我真应该去京东大药房给你订点药去 行行行 给你道歉不就完了吗 好吧 对不起 行了吧完事走吧 你生你回来 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 就这么敷衍我 啊对不起走吧走吧走吧 你对别人怎么不这样啊 啊就你上次四号楼周老师 我的车就堵了人家这么一小会儿啊 让我到人家家去给人道歉 道歉就道歉吧 还让我给人家鞠躬道歉 我可认真给人家道歉了 叔叔 你得讲道理 你那是堵人家一会儿吗 你堵人家四个小时 你看 就是这样的 我道歉 你也得道歉 道歉 行行行行 我跟你道歉 好吧 鞠躬 哎呦我的妈还鞠躬 好好给你鞠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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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来吧 行行行行 给你道歉道歉 前世芬同志 我作为物业副经理赵刚子 我办错了事儿 不应该让那个车停在那堵了你的出行 给你正式道歉 请你原谅 你态度还可以 行了走吧 你看不来这一套 那个业主呢 那个业主不得给我道歉啊 哎呦我发现你真行行行行 我替人家道不就完了吗 道歉 前世芬走着了对不起 哪出的声这是 什么玩哪出的声 我出的声 怎么从城镇东东东呢 人家那是个女同志对吧 我替他给你道个歉就完了 哎呀 还是个女的 一定是个漂亮的女的 对不对 我可警告你道刚的啊 你可是有父之父 前世芬你怎么也说这句话呢 我就说 哈哈哈哈 叫过来 谢谢 我告诉你 你必须把他叫过来 我要当着人家的面 我撕下你那张面具 我叫过来给你道歉 不就完了吗 必须道歉 还是个女的 喂 喂 哎哎您好您好 请问您走了吗 我我刚到停车场 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是不是着急了 不是不是是这样我有个事跟您商量一下 您能不能来一趟物业啊 啊 就耽误您两分钟 有点急事 现在呢 对对对对 呃 那那那那好吧那好吧 好好好谢谢您 谢谢您啊 好我马上过去 好好好 看你这个小心动不动没完没了 必须得来道歉 哎呦 打呀 哎 咋的了 哎 你今天怎么个意思啊这穿着 什么意思这是 还扎上领带了还 这是精神吗 倒是不难看 你看这个酸亮猴的样 你看看他这会就乐了 干啥 干啥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带着我一块做工艺那个事 火了 电视台 要什么 要要继续的采访我 哪个电视台啊 辽宁卫视啊 好辽宁小播电视台 哎哎呦我的妈呀 顺风啊 你没想到啊 你看见没有啊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就得做好事 对吧 做有益的事 你看你做了公益了 大家是不是都记着你 我听你的话了呀 我本来也是个好人 哎大姐夫 知道谁来采访我吗 谁啊 我告诉你你都得为我骄傲啊 林吴梅老师 林吴梅 是不是个主持人呢 著名主持人呢 哎对对对这个名我很熟 但是我没见过他 哎你就是咕噜寡闻 请问这是物业吗 哎哎你好你好 哎哎 这么急找我什么急事啊 哎是不好意思啊 就是刚才您这个车停的这个位置啊 堵了一位业主出行了 那个我也向他道歉了 啊但是他那个特别希望您本人啊 那我知道了 他不高兴了是不是 是是是也是也是我不好 那这样吧我给他道个歉 哎呀那就谢谢你谢谢你了 我今天也的确是太着急了 是是是这样 我跟你讲其实道歉吧 完了以后呢 就不光是语言道歉 那个可能还得有点动作 就是 就是您可能给他拘个工 这 您就意思意思给他一点就完事了 哎呀我今天也的确是太着急了 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要采访一位青年企业家 啊等会您您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 对啊 啊那您怎么称呼啊 我叫林乌美 你叫什么 林乌美 你别这么看着我 哎呦 哎呦 啊您是林乌伟老师啊 是啊 来来来你往前面走 你往前面走 那我问你一下啊 您今天是不是着急去采访一个叫前顺芬的呀 对啊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他 哎呀我太认识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就是咱们小区风流提躺的前顺芬 哎呀 顺芬啊 你好你好 林老师你好 你就是前顺芬 哎呀前顺芬是我是我是我 哎呦今天太巧了在这看着您了 真是太巧了 哈哈哈 刚才啊我的车是把您车给挡上是吧 嗯是是是 我给您道个歉对不起 哎不不不不 林老师你看你这话说的 为什么你要给我道歉啊 不是刚才张 哎 张经理让我道歉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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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章章啊 啊 干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要让林老师给我道歉啊 谁没点急事啊 干什么呀这是 哎哎 有急事人家停一会儿 就让人家道歉 道什么歉啊 不是我 你闭嘴 行啊行行啊行 行啊行啊行啊 行啊行啊行啊行行 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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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办的呀哎呀 哎呀啊 你看我刚才对他是严肃了一点 但是我们俩也不是外人 她是我的大姐夫 这我就明白了 你们俩是一旦挑是不是 对 我还以为你俩刚才吵起来了 没有 这个大姐夫这个人啊 这不是一直在物业工作吗 是个副经理 马马虎虎 天天就是这样 在我的指导下工作 你看我工作很忙 我现在都去不了公司 整天在这个物业的盯着他 哎呀替他操心呢 钱总啊 您真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 对不对啊 那我们的误会就解除了 不用道歉了 就是吗 你停个车怎么了吗 停个车 你完全可以停在我的车 为什么 给我打个电话 我挪出来吗 那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 怎么能停在你车前面呢 那外边有停车场吗 应该去停车场 有停车场 停车场 停车场不得收费啊 收费怕什么的 买车还能没钱吗 没有钱买什么车 骑自行车呗 你还在这个人说话 还没错过 停车场到小区这么长的距离 来回就得四十分钟啊 那有什么呢 长着腿不就是走路的吗 那是你的腿 林老师是什么腿 林老师是走红毯的腿 你记嘴吧你 哎呦我钱总你太幽默了 这次采访啊 嗯 我们先到您的公司去采访 嗯 这样呢 呃我们电视台内的采访呢 也照常进行 还有呢 在物业我们也可以拍几个镜头 您看您方便吗 你安排的太周到了 一切听您的 啊那好那好 你等一下我我打一电话 好好好您忙着 哎 哎 哎小毕你到哪了啊 啊你都到小区了 你这样的 你就到小区的物业办公室 哎 我在这等你 别忘了带着摄像机 哎 好了好了好了 一会见 哎 林老师 怎么还有同事要来啊 对啊 我们摄像师啊 摄摄摄像师 对啊 还有摄像机啊 必须有啊 采访能不能有摄像机吗 那个 不要 林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他吧 就是怕这个摄像机 他一见着摄像机 他他他他就紧张 这样 咱们先练琴练琴好不好 行 您坐 那大大姐 你别走啊 我不走 我不走 哎 嗯 其实我们这次采访 也非常简单 哦 呃 就是您上次为这个社区好邻居 做公益的这件事 是啊 在社会上呢 有一定的反响 我们栏目组呢 也想采访采访 你当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哈哈 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 想法 这个幸福社区 为什么这么幸福呢 其实啊 就是街坊邻居们 都在为这个小区填砖加瓦呀 当然了 最大的那块砖 是我钱顺风搬过来的 啊 俗话说的好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当然了 烧的那最旺的那一捆柴 就是我钱顺风啊 我钱顺风有一个座右铭啊 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你说的这么好 赵总 赵经理 你看钱总说的怎么样 你什么表情啊你 你还有补充的吗 对啊 你补充 你说钱顺风 说我快 就是说哈就顺风 是吧 嗯 就是说啊 咱们说 哎 就是说还是说 对吧 就是他以后 他不该做的事呢 他也不知道 是吧 但是啊 咱们说相信以后啊 一定对吧 哎 就是 哎 嗯 赵经理 我听明白了 你俩虽然是一旦挑 但是在语言表达方面 显然你比这个钱总差远了 哈哈哈哈 咱们钱总不光是说的好 做的还好 你说是不是 你是不是得在那儿好好学一学 哈哈 是 必须得向他学 他嘴好 哈哈 哈哈 陈小冰我来了 哎 来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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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钱总 你好 这是我们的摄像师 好好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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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是 我这就是 就是 这 就是 就是搬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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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柴火着了 就 就 我就 我就是一个 噔噔噔 噔 哈哈 好 好 好 大家 他说 他说他就是个砖 他说找了他爱乎一草一木 完了他是个灯 他就是照亮所有人 哈哈 太紧张了 您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不要这么紧张 没有关系 再来一遍好不好 来 开始小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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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经理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他想上厕所 哈哈哈哈 要是这块能用吗 这个不能用 回去再咱捡 好 钱总啊 哎 我看您是真的太紧张了 这玩意开我就害怕 我看出来了这样吧 哎 我们到您的公司去怎么样 行 那个地儿呢您呃环境也熟 这个人也熟 对对对 是不是哎 然后您能放松一点 好的好的行啊 那我带路哎 对对给我们带路好不好 大姐我也去 我不去了你去去去 我去干什么 哎呀你去你去 你去你去你跟我一块 跟拍 行了到那儿我可能就不紧张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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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舔走 哎吃饭吃饭吃饭 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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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西方邻居们大家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这站岗 大家好啊 你们可以有什么毛病 你大 哎呀 这孩子什么毛病啊 这孩子没毛病 这孩子敬礼是特点 特点我没看见 我看见了特长 我还有特长 你不照镜子吗 什么意思 哎呀 让我依稀想起了 北宋年间苏小妹 送给她哥哥苏东坡的一句话 嗯 去年一滴相思泪 今年方流道塞边 哎 诶 诶 什么意思 我的脸是有眼泪吗 没有 路途太长 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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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苏小妹是谁啊 我都不认识她 凭什么写这么常识 埋的我呀 哎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对不起 我看您脸比较陌生 我想问一下 您是住几号楼啊 啊 我不住在这个小区 哦 明白了 来到 哎 来到 来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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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啊 啊 这样 我想告诉你 你不住在我们小区 不得随意进到里面 好的 哈哈 哈哈 再见啊 鸡鸿鸣 我这个眼睛有多好指 是不是 你好 你好 我是这小区的业主 哎呀 不是 你这狠狠你转一圈绕过来 我把你忘了是吗 你还记得我 当然 哎呦好记忆力啊 好记忆力 我是姓鱼 但我不是那条鱼 你以为我记忆只有七秒啊 哈哈 不是你这样啊 你要不是业主的话呢 你可以让这个里面的朋友出来接你 没朋友 亲戚也可以 没亲戚 哈哈 那你是送外卖的 送外卖有送孩子的吗 不是 那你到底是这里干嘛呀 溜达溜达 溜达 溜达溜达 哎呦 我们小区封闭式管理 外人不得随便进去溜达溜达 那我在这买了房子就可以溜达了吧 哦 你买房了 没有 那你 准备买吧 哦 你是来看房了 不是 不是 房子看过了 今天我准备看看小花园 小花园 小花园 小花园属于我们大家的公共区域 你不丹麦 哈哈 我没听清楚 孩子孩子脑子有问题 那肯定是我脑子有问题 不是 我脑子 你这样啊 今天晚上过来的时候 跟你们打招 晚上过来 发生啊 怨主你好 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哎我还得重来 重来不是 你多一点 你多一点 你说啊 我在这儿看上了一套房子 今天呢 我应该去看一看环境啊 邻里的关系啊 所以我必须要进去看一看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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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不是我们小区的业主不能进去 不进去我怎么能成为小区的业主呢 你得现在成为业主你怎么能进去啊 我进去就成为业主了呀 是啊你现在进去你就成为业主了 对喽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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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你们给搅乱了 不对不对 倒倒倒倒 哎呀 你先往里进 我的天哪 那是我还这么烧脑呢 是这样大姐你看啊 我虽然官不大 但是我站在西门这儿 我就是 西门大官人 西门 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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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谁呀 我这么求你都不行是吗 坚决不行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哎呦 你看这人说的 你还不客气了 你还能干嘛呢 那还能 西门大官人欺负人了 谁呀 西门大官人凑人车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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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大官人拉人手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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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大官人让人自己走啊 哇 西门大官人 别的 哎呀 哈哈哈 哎 外面那么多地方 你非得上我们小区溜的什么呢 你们这不是幸福社区是一个文明示范小区吗 对呀 那我要是不在这儿溜的话 我能不能感受到幸福呢 感受到示范呢 你不就是想了解我们小区吗 刚明白啊 那不是你这样 这个智商啊呀 哎呀 你这样你别你别进去 嗯 我说给你听 我不看透口秀 不看 我为你来真人秀 我演 听说你们这个小区那喷泉不错 你给我演个喷泉吧 哈哈哈 太狠了 他让我演喷泉 愿他們的人 你跳 分鱼一跳 哎 哈哈 喷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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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 resort 我这旁边都是灯 里面有着鱼 中间站一个女的 你能听过来吗 它是音乐分泉 我是不是得去京都大药房给你订点药 你旁边给我订什么药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 演的也不好 你想想我又不是东海龙王 我站着我我喷不出来的水啊 能像吗 好吧那咱们说点干的 听说你们这有一个社区食堂 太狠了 他不会让我演食堂吧 随便问吧随便问吧 随便问吧 社区食堂 社区食堂老好了 刚装修完啊 好吃又便宜 咋的呢 怎么了 你怎么了你 你还是去京都大药房给自己买点药吧 咱们药可卷了 不是你怎么了 哎呀我低血堂 低血堂 有这个不行 不不不不 坐坐你再坐一下 你再坐一下去坐一下 坐下坐下 哎呀 仙博士 牛在身边 奶更新鲜 无添加 不加糖 喝吧 我低血堂 哎呀妈妈 低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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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他整点大米饭吧 啊 哎呀 来来来来 我刚打的餐 来来来来来 我不吃你的饭 我要吃社区食堂的饭 这就是我从社区食堂打的 你吃你吃你吃啊 没有桌子怎么吃饭呢 哎呀对 有桌子有 哎呀 来 没有筷子怎么吃饭呢 这不战着呢 来 没有蜡烛怎么吃饭呢 你跑这给我生日来了 哎呀 这个红烧肉怎么有点山呢 这是猴焖羊肉 哦 哎呦 这黄瓜有点苦 这叫苦瓜 这菜花都绿了 这叫西兰花 咋的你啥菜都不认识啊 嗯 完了 咋了 幸福社区的厨师不幸福了 妈呀这话怎么说呢 女朋友跟人跑了 喝口汤你就喝出来了 汤里有一股醋味 醋 酸辣汤 都没有醋味吧 你想咋的 好了 就好了 收了吧 收了 我伺候她 我伺候半天 哎呀 她还做的不错 活动活动 你活动 你别往里糊涂 你干嘛你啊 哎 我问问你们这小区 有没有那个模特队啊 有 我们社区文化生活老丰富了啊 有有有 有那个合唱队吗 有 有那个民乐队吗 有 有装修队吗 装修队 大姐你别告诉你平常 社区文化生活是跟一帮大姐早讲的 有没有人啊 我就随便问问 刚说方便 哎呦 方便 你看啊 你从这出去以后 他门市啊 他就有一个叫 哎 谁 什么玩意儿 咋的了 这是你孩子啊 这是我的宝贝啊 宝贝你小点声宝贝 哎呦 喂妈呀 这也看不出来是个男孩女孩啊 你放音乐你要干嘛 我要召唤一下我的武林同仁 你别召唤了 这大中午的 我问你们街风邻居们 都在午休睡觉呢 他们都睡觉呢 对 这个时间呢 起来了 起来了 跳舞了 啥子了 起来了 起来了 跳舞了 别提了 别提了 赶紧起来 赶紧起来 哎呀听我的听我的 你花费窝里 花费窝里 你给我 你给你什么给你 我爸要你给我 你给你 什么意思啊 你给你 你看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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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 没想到有点瞎子啊 给我介绍一下 人送外号 灾冷的汤盖 还没请教您是 江湖人称 忘死了轮巴 我死了 太小明 哎呀 幸会幸会啊 承让承让 哎 没想到一个很无聊的中午 和年轻人 以舞会友 哦 那还不是你优美的舞姿 给我勾得出来的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真的啊 啊 等会儿 姑娘 你是这小区的业主吗 不是啊 你是来找朋友的吗 不是啊 你是送外卖的吗 不是啊 没有 进去吧 好嘞 慢点走 沉不沉 哎 被卡着 啥样吧 我特别想抽你 我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他不是搬着东西那么大 那我也可以搬东西 哎呀你放下 放下 不是比谁搬东西 而且他属于特殊情况 什么 他是刘阿姨的孩子 那我就是刘阿姨他妹妹 哎 你等一下 我没听说过刘阿姨我妹妹 我只知道刘阿姨有四十个孩子 多少个孩子 四十 刘阿姨啊 他是靠养花赚钱 帮助了四十个孩子 刘阿姨现在岁数大了 他们时间长了以后啊 都亲切的管刘阿姨叫刘妈妈 这岁数大以后行动就不方便呢 这些孩子就轮流回来看他 有的时候帮他看看花啊 还有的孩子回来帮他拾到拾到家 哎呦 这些孩子还挺知道感恩的真不错 小柳 刘妈妈让我给你换一束雏菊 这大热天的 祝你天天都有个好心情 哎呀 谢谢刘妈妈 谢谢子 大姐你看 我没说错吧 没骗您吧 哎呦 这幸福小区还是有点幸福哦 哎 大姐啊 呃 刚才我看点了啊 还有五分钟我就下班了 下班以后 您别走 我亲自啊 我陪您到这园区里面好好溜达溜达 好的好的好的 哎小脸别看你是跳舞跳得灾浪的 人还挺正直的 我知道 你不让外人随便进 是为了小区的安全 哎呀 谢谢大姐理解 哎呀 哎呀还有这么好的邻居 这房子你们说我买不买 买 哈哈哈哈 好 这房子我买了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哎小孩吃房子 真的也吃贵钱是不是 当然 我代表所有街坊邻居啊 送给我们蔡大姐 欢迎她入住我们幸福社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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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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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个问题啊 我想问你 苏小妹 写东坡先生脸长 是不是因为她养狼 养狼的那是东坡先生 东坡先生不对 东坡先生是滥云成树那个 那是南坡先生 南坡先生是跟黄龙撤大雕呢 那是郭靖 郭靖 郭靖可了不起 郭靖是跟蔡明老师演小饼的 那是郭达 咱俩走吧 怎么能说郭达 郭达 郭 到底是谁啊 谁跟蔡老师演个小饼 我们一起小饼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嘿 快乐是个担当 谁奔向谁就海陪 嘿嘿嘿 大你烈焙 二你烈焙 二你烈焙 小你烈焙 小你烈焙 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Family